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SAVEY 今天就跟大家說說 如何把介面轉文字 即是如何把介面轉語言 其實大家不要以為設定那裡可以轉 現在大家看到音樂效果、音、震動 其他那些就不常說了 沒錯 那就... 首先說一說 《圖鑑》這裡也會變成《圖鑑》 還有所有東西全部轉為日文 為什麼呢? 設定那裡明明不能轉 全部轉為日文 其實我自己...即是以我自己... 我自己比較喜歡看日文 我不是不喜歡看英文 因為我玩Pokémon 其實就真的由Game Boy開始玩的 那...這是順不順暗的問題 即是全部轉為日文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跟著這個步驟做吧 那怎樣轉呢? 其實就是在你的手機上 把你的手機轉為用語 即是... 嗯... 然後把你的語言設定為日文 這樣就OK的了 沒錯 做這個步驟就可以把它轉成日文 那我就不是說... 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經知道了 知道的就不需要去理解怎樣轉 但是不知道的朋友是需要知道的嘛 對不對 不知道的朋友就可以跟著做來轉了 沒錯啦 那... 就是這樣而已 接下來就教大家怎樣轉了 沒錯啦 對了... 我是iOS來的 大家按進去設定 然後再按一般 對了 按完一般進去 其實就有得教的了 大家拉下去的時候就會看到 是說語言或地區的 其實香港就是語言或地區啦 那你把這個語言或地區轉了的話 它就會... 使得你Pokemon GO那裡也會轉了 那大家謹記小心 對啦 如果你轉了日文的時候 你轉回的時候 你要記起步驟啦 那就是語言或地域的 沒錯 如果你轉了日本又不會轉回 那就很糟糕了 沒錯 如果你轉回凡體中文 其實它也是看英文的 那如果大家是想玩回 有Pokemon以前玩過的感覺 那可以這樣做 轉為日本介面 沒錯 其實這個步驟很簡單而已 那就是希望幫到大家啦 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 希望實質幫到大家啦 這件事就...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多謝大家 拜拜 如果看完這段影片 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如果想得到更多新遊戲的資訊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想深入地了解我 是可以追蹤我Facebook的 謝謝